德国父亲节太好玩了 中国楼到了 刚才这个地方又是一个中国塔 上次在我们的老家里面 我已经给你们看看过一个 这边也有 看来我们巴菲亚这边有好几个这样的中国塔 很有意思 没错我的朋友们 马克来的老爸来了 今天是父亲节 父亲节快乐 谢谢 今天是父亲节 所以我带老爸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已经在路上了 在爬山 欢迎各位朋友 这个是东奈河 这边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这个是不是有点像希腊的样子 马上就到上面了 这边已经可以看到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建筑 是1882年的时候建起来的 就在我们巴菲亚这边 是我们当时的一个国王建起来的 然后基本上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他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修了一个这样的建筑 它是一个罗马或者希腊式的一个教堂吧 或者建筑 不是特别适合我们巴菲亚这边的建筑 和其他的地方 大家都在趴着 反正一个事情是确定的 我们该谢谢它 因为不管在这边合不合适 但是确定的是它是很漂亮 现在我们进去了 这边的门票有4.5欧元 差不多40块钱左右 然后虽然说这个地方不是特别大 但是我感觉非常的漂亮 这边有很多这种雕像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房子 这个建筑里面和外面 全部都是大礼石 有各种颜色的大礼石 白色的粉色的黑色的 还有棕色的非常不错 然后这边有很多德国文化和历史中很重要的人 那边有瓦格纳 有巴赫 然后基本上还有比斯马克 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重要的人 非常不错 我的朋友们感觉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 非常漂亮的一个建筑 然后这边也有不少人过来这边参观 然后现在到下午的时候太阳也出来了 我在这前面找到了一个好地方 有一个小买步 这边看一下他们这边有买啥子东西的 看起来还可以 有点小 可能要去看一下他们这边有没有买咖啡的 现在来一个下午咖啡还挺合适 现在下午5点多了 就可以吧 那么来吗 我的朋友们在这个非常漂亮的这个建筑旁边 来一个小咖啡 哈哈 非常的可以 然后这边还有很多朋友们 哥们们 在这边坐着 吃饭 喝东西 喝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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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差不多了 我觉得今天我们又找出来了一个德国好漂亮的地方 现在我们已经在会失去里面的路上了 然后现在都快到晚上了 可能我们得找个地方吃个晚饭吧 这个好可爱啊 找到了一个比较可爱的小饭馆 现在坐下来了 饭也已经来了 我给你们分享一下 给你们看一下 一个非常经典 传统的巴法利亚的晚饭 哇哦 来咯 这个是牛肉 一种特别的牛肉 然后这个是一个非常好吃的红酒酱 这个是 一个像土豆差不多的一个东西 然后这个是 酸菜 红酸菜 然后当然 还有一瓶啤酒 老爸已经饿着 来咯 来试一下 这个牛肉 像土豆差不多的东西 很不错 然后 你们看一下 这个牛肉 非常嫩 非常软 特别是加这个红酒酱 然后再来一个这个酸菜 完美 吃完咯 喝完咯 今天过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一天 刚才的这个晚饭 你们感觉看起来怎么样呢 会好吃吗 你们感觉有点奇怪吗 想不想试一下呢 你们可以在评论里面跟我分享一下 如果今天来的这个地方 你们喜欢 感觉还不错 可以 那就别忘记 支持一下 Maki 点个赞 关注一下 我的账号 如果你们想知道 这个地方的位置的名字 那就评论里面问一下 现在我们准备回家了 还有开车一个多小时 所以说今天的视频 也就到这儿 我也要说 再见 下次见